花蓮強正第六天天王新大樓 污回傾斜受創最為嚴重 靠著六支H型高樑支撐 七號晚間正式展開拆除作業 看著房子被拆住戶心在淌血 從大陸湖南遠嫁到台灣 十六年的張姓女子 自己一個人住在天王新三樓 平時從事看護工作 回想起當時被救出時 仍然心有餘疾 我是第一個救出來的 但張姓女子想到家園沒了 生計也成了問題 難過的流下眼淚 才剛買四年的房子 瞬間倒塌 突然無家可歸 為了也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目前看應該是照片片 工程人員拆除時 看見許多張住戶的珍貴照片 臨時找來桶子 小心翼翼將他們放進裡頭 把他們集中送到警局 無形強正讓天王新住戶 無家可歸 站在封鎖線外 含淚看著再熟悉不過的家園 不願離開 三新聞綜合報導 三新聞綜合報導 正在看見許多張 聖砧 三新聞綜合 將最新鎖線外